Hello 大家好 我是Alesha 加拿大政府註冊移民顧問 今天跟大家分享 最近很多人問的問題 如果我不懂英文 可不可以去加拿大 如果我不懂英文 最近很多朋友問這件事 想拍段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加拿大 我也說過很多次 有超過80多個程式 可以去變永久居民 大部分需要IELTS IELTS 3分至6、7分不等 現在分析一下 其實有兩個程式暫時不用英文 第一個是自己職業的人 即是藝術家 例如演員 作家 畫面設計師 導演 或者是運動類型的 例如瑜伽老師 藝術家 移民局想看這個 對於文化和體育方面 對加拿大的貢獻 語言是不用的 有分加 如果懂得英文 最高分可以加到八分 如果懂法文 最高分可以加多二十四分 這個自己職業的人 暫時不用英文 第二個 如果你是做生意的話 Saskatchewan Provincial Nominee Program 是做生意的 都是不用英文的 但是 因為是有一個 一個 Express of interest 如果你想去 在那裏做生意 想Saskatchewan 即是沙省提名你去做永久居民的話 有英文是有分加的 如果沒有英文都可以 他都收你 但是 要跟別人分高 我提議你就是 增加那個投資額 請多些加拿大人去加分 如果你不懂英文的話 暫時是這樣 直至今年8月6日之前 BC省 即是溫哥華的省 經過做生意的移民 是不用英文的 但是今年的2020年的8月6日 就有一個更新 就是 那個 投資額就增加到60萬 去regional增加到30萬 現在有英文要求 就是 CLB4 即IL3分 即是小戶畢業 就是簡單的英文 這是最新的消息 在這個節目的尾部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New Brunswick 即是Atlantic provinces 其中一個省 9月14日 省政府的大選 一個保守黨 贏了的 即是Pro Business Party Conservative 贏了 就是想增加移民 因為New Brunswick 人口老化 年輕人離開 去多倫多 溫哥華 他們有幾套措施 現在 這個聯邦政府給予他們的 人口老化 就是每年的7500個人 去移民去那裏 省政府就要求 要去到1萬個 每年1萬個 他未來的幾年 就會在 印度和Europe 即是歐洲和印度 開省政府的分公司 去增加那裏的移民 第三個就是想增加到 如果你會說法文的話 他有優惠的政策 省政府就想把 講法文的人口 增加到33% 現在不夠了 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 Provincial Nomadly 要更新 如果不懂英文 有什麼選擇 暫時是這樣 有什麼問題請你PM我們 下次見 拜拜